那台风目前的动态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中午10号台风莲花是已经率先在广东沿海登陆 台风所到之处风雨大作 汕头等地电力也是一度中断 那另外随着灿虹一路逼近台湾 台湾和福建两地的交通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今天中午12点15分左右 今年第10号台风莲花在广东省陆峰市甲冬镇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2级 所到之处掀起狂风暴雨 广东汕头接洋汕尾等地风雨大作 在汕头市区街道上狂风呼啸 有摩托车被刮倒 车辆进水抛锚 马路两旁大树则被拦腰折断 汕头部分交通电力中断 受台风的影响 今天下山高铁潮汕站所有列车车票停售 潮汕国际机场八个进出港航班被取消 而汕头三座跨海大桥均实行临时封桥 另一方面台风灿洪逐渐逼近台湾 当地气象部门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明天下午灿洪的暴风圈会触及台湾的东北部陆地 强度可能会达到中度台风的最高等级 在台北一些水上乐园设施 还有可能轻浮的移动码头和引桥都开始进行拆除 受台风灿洪莲花的双重影响 海峡号和利大轮这两艘往来于平潭和台湾的高速客轮 从昨天开始到12号全面停航 避免啬洪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